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請李偉廷醫生大會主席代表大會向各父同像獻花 請李醫生 請台北辦事處 楊處長 陪同 兩位同意 請復位 首先我們請大會主席李偉廷醫生和我們致詞 請李醫生 各位社團首長 各位來賓 各位朋友 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是中華民國一百週年國慶日 全球中華兒女熱烈慶祝建國一世紀 香港各界群聚國民革命勝地紅樓 共同慶祝國家慶典 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升旗典禮 敬祝國運昌龍 全球海內外同胞 共享安定繁榮 一百年前 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 即是辛亥革命 辛亥年十一月十一日 國父孫中山先生 領導國民革命 推翻滿清帝制 建立了中華民國 今天我們來到紅樓 讓我們重溫那段的歷史 向爲爭取革命勝利 而英勇奮鬥 流血犧牲的烈士 致以崇高的敬意 辛亥革命 作爲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革命 不僅結束在中國延續 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而且使中國社會的持續發展 產生了深刻的變化 這種變化一直延續到今天 回想百年前的辛亥革命 就是一次大拆大建 它拆除了滿清皇朝專制統治的架構 使中華民國得以建立 使共和精神 深入人心 今天 人類在這裏進步 社會 亦在進步 世界已步向大同的世界 我們盼望的是一個和平安定的生活環境 世界不再有戰爭 人民不會再受戰爭動亂 再受民族分離的痛苦 我們是幸運的一群 可以享有國父和先烈奮鬥的成果 今天希望全球的中華兒女 共同富起 成全國父的革命精神和理想 創造一個多元和諧的社會 更加盼望 我們發揚中華民族的堅毅 善良 勤奮 誠信 和包容的特質 為實現國父 國外大同的理想 共同努力 中華民族 在亞太地區 擁有絕佳的發展優勢 更有珍貴的文化遺產 濃厚的人民素養 一佔成熟的民主政制 和遍佈全球的愛國僑民 今後 更加需要我們中華兒女 不斷反思 不斷努力 開展下一個一百年 下一個二百年 延綿不斷的大中華盛世 多謝各位 多謝李偉廷醫生 今天我們中華民國的生日 接著下來 我們邀請中華民國駐港的代表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楊署長 跟我們講幾句話 我們請楊署長和我們支持 各位首長 大會主席李會長 以及陳偉業議員 大家掌聲 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早晨 我們想想一百年前 先賢先烈跟國父孫中山先生 所建立的亞洲的第一個民族 其共和中地制 而舉功盡翠 將中華民族 舊王屠存的重德大任 康在自己的肩上 這就是天下圍攻 無私精神的最佳寫照 在大家的鼓勵之下 我們都深信 中華民國 是先賢先烈 及國父孫中山 所建立的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影響所及 給予整個亞洲地區 可是更重要的是 中華民國的成立 開啟了中國人民主 以及憲政制度的實踐 中華民國的永續基因民 更是中國人社會裡面 能夠落實民主制度的最佳證明 在建國一百年的光輝的十月十日 我們心裡稍感攤位的是 台港關係展開了新夜 我們心裡也感到高興的是 兩岸關係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以及馬總統英明的引領之下 展開了新的一夜 邁入了新的紀元 我們會更加努力 民族大業已經展現了生機 我們會更加努力 最後在這邊跟各位報告的是 我們要知道我們還要努力 國父孫中山臨終前曾說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能需努力 我們要知道 還有很多很多很多 跨世紀龍的傳人 我們期待我們以三民主義 改善他們更美好的未來 提供他們更美好的生活 所以我們還需要共同努力 在最後 我們高喊幾聲加油 好不好 好 台灣加油 台灣加油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中華民國加油 中華民國加油 所有中國人加油 中國人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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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主任 國父的議員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演出努力 現在是輸掉革命 現在我們的可能需要改革多些 我們將在海峽的另一邊 我們的武青大地上 是改革 我們沒有所謂新的三民主義 只有一本三民主義 就是民族 民權 民生 各父 交給我們的 最近在說三個蘋果 但是一直我們下來 只有一本三民主義 OK 好了